我们种的秋葵大丰收了 你看一下长得不高 但是呢 这长得到处都是 根本都吃不完 这么矮一棵你看一下长得这么多 这人呢一旦没钱 圈子都发生改变了 有些人跟我建议说 芷芸你以前是开公司做生意的 你到社会关系还在 可以找以前合作的公司和朋友 这样应该很快可以发生了 生意场上啊 这人一旦没钱感情贵灵 当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的圈子就发生改变了 我和大家聊一下 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我朋友有一个公司 里面有个高管 我每次和我这个朋友 谈生意吃饭的时候啊 他都带上这个高管 经常接触呢 我和这个高管也成为了朋友 后来呢这个人辞职了 想来我公司上班 由于这个事情太敏感了 我没有聪明 如果来我这里上班呢 我朋友会对我有很多疑问 再后来又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人呢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他说想创业 但是资金不足 既然有这个想法 我就支持一下吧 借给他几十万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他公司业务太少了 导致经营困难 我把身边很多资源给他对签 公司很快就有了齐车 几个月时间 大概赚了几百万吧 我的钱他又放给了我 每天跟着我后面 各长各短的教授 今天咱们吃点好吃的 蒸一盘拉会儿组合 然后看一下 咱这个食物非常棒 就在我去年的时候 身体检查出问题 我马上来到广州 再次全力检查 医生让我马上住院 当时我身上的钱 都不够交住院费 我就打电话给了他 借一万块钱 过一段时间放给他 他支支吾吾的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 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信息内容是这样说的 如果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我可以借你这钱 我这里还确认 但是我这里呢 只能从第一岗位桌起 业务员或者保安 你随便选 没有高管职位 我当时全身发抖 我知道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我忍了 这就是人性 当你没钱没地位的时候 你的圈子就发生了改变 不要去找他们 只会碰一皮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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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出来了 没啃肉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子也会碰到